师父你好 2012年 要问他身体健康吗 这个孩子 生出来的时候 你问他妈妈生出来的时候 命就差一点走掉 对 也就是说 这个孩子本来 就不应该养大的 现在是硬被你们抢救下来的 听得懂吗 其实 他是来还债的 还完他本来就要走的 但是呢 你们硬把他留住了 现在你要好好地念小房子了 因为他身上有两个鬼 在问他要债 明白吗 一个是要钱的 所以他生出来之后 就让你们家里花了很多的钱 第二 要命 这个孩子会养不大 现在几岁啊 最多养到八岁的时候 会走掉的 你如果要把他留住的话 你可能要花很多的精力 也就是说 要重新做人 你要好好地做善事 多多地帮助别人 而且要念很多小房子 还要给他小孩子 还要给他小孩子许愿 不要让他再吃 吃荤的了 要让他吃素了 好吗 这孩子本来 这孩子本来就算八岁留住的话 到了三十二岁又是个结 三十二 明白了吗 所以你会为他痛苦一辈子的 这是他前世的冤结给你 明白了吗 师父要多少张小房子 一共要两千四百张 明白了吗 还有你 自己要好好地忏悔 感情态乱过去 听得懂吗 现在好一点 要好好地忏悔的 这孩子你要当心 只要他嘴巴里要是乱讲了 你就要当心了 好吧 他现在虽然不会乱讲什么话 其实他语句不成形 听得懂吗 四岁的孩子讲话还不好 哇啦哇啦叫 没有很多成形的句子 明白了吗 好好努力啦 到了晚上他就麻烦了 好了 师父放生了多少条鱼 两千五百条 好吗 好了好了 师父对不起 这个号码是一个同修让给他的 这个同修要问佛台 讲吧 1980年属佛子 家里佛台是吧 对 很好 有太上老君来过 观世音 观世音菩萨也来过 他拜太上老君的